嗨,大家好 这节课呢,我们来讲解一下mini键盘的设置 连接好mini键盘呢 可以非常方便的进行演奏 比如呢,我这里启动一个音源插件 比如说这个血清合成器 选择一个音色 现在呢,我的mini键盘已经处于连接的状态下 除了演奏mini音源 还有这里 也可以演奏通道机架上的打击音色 如何设置mini键盘呢?很简单 点击Options Midi Settings 大家可以看到output和input输出和输入 我们选择输入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我用的是 M-Audio的一款CTRL49 这个型号的mini键盘 我呢,选择这个 然后呢,把这个灯给点亮 即可 这个output是什么呢? 就是当你的电脑连接了外部硬件音源的话 或者是硬件合成器的话 它可以把FL4对上的mini信息输出到外部硬件音源上 因为呢,现在我们通常不使用外部硬件音源 所以呢,这个地方我们以后再做讲解 OK,mini键盘的设置就是这么简单 如果大家设置完mini键盘 怎么弹奏也没有声音的话 大家可以检查一下 你的mini键盘是否连接正确 还有你的电脑是否安装了这个mini键盘 相配的这个驱动程序 和上一节课我们讲的这个音频驱动的设置是否正确 好了,这一节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